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西南方向部署实战部队 以修复民用机场为由控制交通要地 日本在西南一系列实战部署制造威胁 成立首支F-35隐身战斗机作战部队 装备新型GSM隐身反舰导弹 F-35加GSM组合能有多大威力 为日本特殊作战群引进CV-22鱼鹰和UH-60黑鹰 所谓的日本版三角洲部队 将要执行怎样的特殊任务呢 驻日美军测试的新型夺岛战术 想在东海南海掀起多大风浪 防务新观察即将为您解析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李嘉明 这周您在观察什么 希望我们英雄所见略同 三月份本应该赏樱花 但是我们却没有心情 因为我们今天要再次把焦点聚焦在日本 就在三月二十六号这一天 日本陆上自卫队开始首次在西南地区部署实战部队 也在同一天 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自己组建了首支F-35作战部队 很巧合 也在那一天日本文部科学省公然宣称要将在即将启用的日本教科书中将所谓的间隔诸岛也就是钓鱼岛写成日本的固有领土 我国外交部立刻做出反应 无论日方怎么做怎么说都无法改变这一现实 那就是钓鱼岛以及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紧接着美军在日本冲绳开始演练号称为亚太地区量身定做的夺岛战术 日本在想什么 日本想做什么 我们今天将做深度分析 我们首先来连线我的同事何清雷 来听一听他来自日本的最新观察 大家好 我现在在日本东京 那么围绕所谓的离岛防卫 日本陆上自卫队26号是在路尔岛县的燕美大岛 以及冲绳县的宫古岛 新设了驻扎地 并在当天是举行了成立仪式 那么日本防卫省呢 在燕美大岛有大概560人左右的地对空 地对舰导弹部队以及警备部队 那么在宫古岛呢 则是重新编制了380多名的警备部队 预计明年还将加入地对空 地对舰导弹部队等等 那么据悉从本月开始呢 冲绳县石原岛也开始着手驻扎地的部署工程 那么计划部署警备部队等 日本防卫大臣延屋役26号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日本的防卫的最前沿阵地呢 是西南地区 那么将继续构建相关的防卫力以及遏制力 也有评论称 目前在这三个岛上的实战部署呢 是在西南区域的最前线 那么其目的是着眼于对所谓的中国的孤岛侵略威胁 提高日本在西南地区的遏制力 以及相应的应对能力 那么此外据日媒报道 日本文部科学省26号是发布了对于教科书的鉴定结果 将允许学校从明年开始使用其中明确提到 中国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社会学教科书 那么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由于担心钓鱼岛引发日中冲突 那么日本防卫省正在考虑以恢复由民用飞机运营的远程机场跑道为名义 在北海道千岁到冲绳县纳坝部署战斗机的基地等九处地方 是设立了承担跑道防护和修复任务的航空设施队 那么防卫省的相关动向是招致了当地民众的不满 担心西南地区岛屿被军事据点化 那么数十位民众26号是来到宫古岛自卫队的驻屯地前抗议 那么在冲绳县的石原岛 当地民众反对自卫队部署的活动也在持续的进行 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接下来将时间交回到北京研博士 让我们欢迎日本问题专家杨伯江先生 欢迎军事问题专家李丽女士 首先请教杨先生 其实日本刚刚启用了宫古岛和燕美大岛 就首次在那里部署了实战部队 而这是第一次 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把这个动向放到日本今年来的一系列的动作当中去看的话 它的战略意图我想就应该体现得更明显一些 我们知道在冷战之后 日本整体上它的军事防卫战略的重点 是从过去传统的北方向西南方向转移的 也就是说从过去主要应对来自苏联的北方威胁 来应对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威胁 所以偏向西南了 那么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一系列的步骤了 比如说在2016年的时候 就已经向宇纳国岛部署了监视部队 它叫这个警备部队 那么这次又在两个链条当中的其他两个岛 也就是燕美大岛 是从东北向西南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么再往下的话 分别是宫古岛和石渊岛 还有宇纳国岛 那么从东北一直到西南的宇纳国岛 其实距离中国已经非常近了 我们看到它离中国台湾 其实只有110公里左右 那么钓鱼岛的话大概是150公里左右 那么下一步它还准备在石渊岛 这个石渊岛是冲绳县的首府所在地 那么再步 等于说是四子联齐 大概是就把这个局要就布下 四子联齐 没错 是这样的一个布局 应该说看的是比较清楚的 请教下李女士 你看有数据显示 这次在两个岛上部署的实战部队 规模将近千人 这样的一个规模 在实战的效果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这次盐无意 他在整个的这两个基地落成以后 然后准备部署的时候 他是有个表达的 他讲的未来日本的前线 是在西南诸岛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表明了未来日本整个推进岛 就把他的重心 前线 没错 把前线 把他的兵力 放在这个方向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一个讲叫防卫力 一个叫做震慑力 这都是盐无意 这次明确的在讲话当中提到的 所以我想所谓防卫力 肯定是 那就是张人耳目的 没错 就相当于 我说我这是防卫的 然后你们不要引起其他国家更多的关注 这是首先他的一个说辞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震慑力 对 震慑力 所谓震慑实际上就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我有这个实力 而且关键的时候 我可以迅速地向其他的方向 我所需要的方向 持援 包括把这种能力 转换为打击力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本身 我觉得它本身就是高度敏感的 你包括像这次烟美达岛 烟美达岛在洛尔岛这边 那么它现在第一批的规模是550人 而且它是两个入地 一个在这个地方的北部 另一个在南部 所以本身来想 将来是让它也有扩容的一个潜力 而这次攻股呢 它是分两步走 这次是380人 到下一步它要扩充到700到800人 如果我们考虑到日本自卫队 它本身的规模是很有限的 那你把这么大量的人 就上千的这样一个兵力 你都放在这个方向 它针对比如说吊岛当面 包括针对整个西南珠岛 它目前整个布防潜在的 这个内心你想的 包括你未来想达成的标 应该说是让人觉得非常敏感的 其实就成如杨先生所说的 这是一盘棋 是的 它在一步一步地坐实 对 好 请教林女士 你看除了宫古岛和燕美大岛 日本还宣称 要把冲城县的石原岛 重新武装起来 对 而且这个民用机场 也号称将来会是工程兵来控制 这个火药味可不浅 是的 它这个我觉得它这个设想本身 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敏感的 原因就是它为什么要把工程部队 也要放到民用机场 它这个前提我们说没有说破的 这个窗户指 就是如果我的军用机场 遭到对方的打击 没办法起飞的时候 民用机场能不能为军用 而且这部分力量 能不能在短时期内 把它所有的这种 比如说有可能的一些障碍 包括障碍一些东西 把它清理好 然后作为基本的工程保障 能够服务于目前 它的军机起飞的要求 我觉得这个本身 它是有着非常敏感的 就是战时的这样一个潜在的设想 同时也包括假定对方 打掉了它的机场 所以它本身这个礼仪 就是这种观念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一个威胁性的 从目前日本整个路上自卫队 我觉得有很大的转变 它为什么这次有这个 整个的重心往西南 这个方向来压 是因为它过去 它去年已经把整个的 路上自卫队的总部 变成了和它现在的海字 空字一样的规格 它可以统一连条各个方面队 所以将来我们看到的 现在你看几百人 有的可能还不到一千人 下一步它直接 从它这个整个的本土 直接紧急地往西南方向调 靠它大量的空中这个投送系统 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所以我觉得紧急增援的能力 也应该在这个里面体现的 就在日本路上自卫队 首次在西南地区 部署实战部队的同一天 日本航空自卫队 也宣称在三则基地 组建了首支F-35作战部队 与此同时 神秘的日本版三角洲特种部队 也浮出水面 这些浮出水面的信息 究竟意味着什么 日本加大在西南方向 实战部署的同时 也在加紧整备和强化 自卫队的作战能力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 3月26号由12架F-35隐形战斗机 组成的新302飞行队 在日本航空自卫队三则基地 正式成立 报道称 日本正计划增加F-35的装备量 最终形成有两个飞行队 约40架战机规模的飞行队 据国外防务网站报道 日本航空自卫队 已经为这些F-35战机 专门采购了一批 GSM隐身反舰导弹 未来日本的F-35隐身战机 搭载GSM隐身反舰导弹 将形成全隐身反舰突防综合体 对水面舰艇进行精确暗杀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称 鉴于安全保障相关法 让自卫队可以开展 营救和保护海外侨民活动 日本决定为陆上自卫队的 特殊作战群 引进美军特种作战用的 CV-22型鱼鹰运输机 和UH-60型黑鹰波用途直升机的 改进机型 据悉 这支特殊作战群 主要担负渗透敌战区 营救和保护海外侨民 刺杀或绑架敌重要人物等 特殊任务 由于对外作战的意图非常明显 日本防卫省对此严格保密 其骨干都被送到美国受训 回国后 在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军官指导下 开展部队筹剑 因此又号称 日本版三角洲部队 那么日本首支F-35 隐身战斗机作战部队 具备多强的战斗能力 加紧武装所谓的 日本版三角洲特种部队 又会去执行怎样的任务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请教杨先生 首支F-35作战部队 其实也是日本首支 第四代战斗机的作战部队 这对日本意味着什么 那么首先从日本来说的话 应该说 过去这支飞行队 我的了解它是由这个 主体是由F-4组成的 那么这次那部分逐渐退役 然后由这个F-35来替补 应该说这个接替的F-35 可能主要是此前 日本从美国订购的F-35当中的 这个A类型 这次是装备了12架 下一步是20架 那么最终要发展到多少呢 发展到40架 到那个时候我想就比较可观了 而且据说同款的F-35分AB 那么B将来会用于搭载装备 在改装后的航母上面 那么届时日本的军事力量 恐怕会达到战后的最高水平 这对亚太地区 特别是海上 特别是空中的作战力量对比 这样一个格局 应该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 更专业的军事问题 请教李女士 不仅F-35 他们还配备了新一代的JSM 这个叫做隐身反舰导弹 对 而号称说这两个组合威力无比 您怎么看 这个JSM呢 它上是挪威地形反舰导弹 它的名气很大 研究在里面 大家可以看看 美国滨海舰上 它也装的不是它自己的导弹 它装的就是挪威地形导弹 我们可以看看 它从外形 包括身长 就整个导弹的弹长 包括弹径 包括重量 要比鱼叉要小三分之一 就相当于它相当于 鱼叉的三分之二 但是它的攻击的射程 比鱼叉将近要远一半 就它有好几个模块 所以现在为什么 日本看上它呢 就是现在没有任何一型 这种高性能的反舰导弹 能够装到F-35的内置弹舱里 美国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把它装上去以后 而且如果你不隐身作战 还可以把它挂到两边 这个挂架下 还可以挂四枚 加上弹舱两枚 这就是六枚 它要是出去 比如说六架同时出击的话 那完全可以打掉 对方的一个大型水面编队 对于这个潜在的威力 实际上是巨大的 我们再考虑到 F-35是隐形的 这一型导弹本身也是隐形的 不管它的气氛外形 红外特征 包括整个的涂料 都是隐形的 两个隐形加起来 它采取的 实际上要达到的 就是隐蔽地打击对方 而对方可能还 没有探测到它的时候 就被打掉了 那你这种潜在的攻击模式 我觉得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对亚太区 很强的攻击力 是的 而且不仅如此 请教杨先生 第三个信息 这两天也曝光出来了 日本要打造自己的 日本版的三角洲特种部队 你说对于日本的 专属防卫这个角度 他们需要这样的特种部队吗 它这个时候打造这样一支部队 是跟它的整个战略动向 是相吻合的 我们知道 日本战后它一直奉行的是 专守防卫军事战略 这也是一个原则 但是这种局面 在今年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2015年通过 和2010年生效的一套法 是叫新安保法 那么其中根据这个法 那么日本还实际突破了 集体自卫权 日本在战后 正在越来越独立地 遂行它自己的政策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两年 它在伊拉克也好 在其他的国家也好 它开始设立一些 还构不成 还上升不到领事馆这个级别 但是先来一个办事处 一个代表处 通过这种方式 把外交触角先设到那里 以后再慢慢地发展壮大 请教林女士 一个专业的军事问题 据说要给日本版的 三角洲部队要配备 这个CV22鱼鹰 还有UH60黑鹰这两只鹰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 之前MV22这个鱼鹰 在日本其实飞得很不顺利 是的 它这样的配备 这两只鹰是怎么考量 应该说现在它比如说 叫不叫日本版的 三角洲部队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要商榷 但这里面它确实 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有没有可能 它有一支特种部队 只不过它不一定 像三角洲这么敏感 就执行那种特殊的这种任务 但是现在它确实 这两只鹰 我觉得它担负的任务 是不一样的 非常有可能装备 因为CV22就相当于V22 它本身有两个版本 一个MV22是海军陆战队版本 CV22是空军版本 所以现在CV22 它如果说和过去的 这个MV22如果做区分的话 它最大的一个区分就是 它是有夜战能力的 而且有低空飞行能力 这个对于特种作战来讲 用处是很大的 它一次的这种航程 动力航程就可以达到 3000多公里 所以如果我们在着眼 日本整个它的外向型的 这个战略的这种拓展 它的视野肯定不是 仅仅局限在目前 我们看到的 比如说新南珠岛 这一个方向 它肯定有更大的方向的 一个视野 所以这种投送 要不要平时就去练习 也包括黑鹰 大家知道黑鹰的运用 在美军整个的 历次作战行动当中 运用都是大批量的 也包括海湾战争 400家飞鹰 就跟那个乌鸦鸦的 那个黑云一样那种运用 它一定对日本 潜在的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想将来 比如说采购了 这两只鹰以后 近的话靠黑鹰 完全可以迅速投送 如果远的话 靠CV两两 直接可以投送 那么相当于 三四千公里 所有的范围 它上都是可以在 它紧急出源的范围 紧急干预的范围 那么这个 它对于美国所需求的 它的能力的拓展 我想它也是提升的 好像是一双翅膀 是的 可飞远可飞近 是的 不论是把实战力量 部署在敏感点位 还是不断加强针对 岛礁作战的实战能力 日本一系列的军事动作 似乎在酝酿 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 而一直以来 给日本输送装备 和技术的美国 也似乎已经拟好了 作战方案 今日俄罗斯网站23号称 为改进研习 自二战时期 夺战太平洋小岛的战术 驻日美军近日 在冲绳附近的伊江岛 进行了几大军种 联合参与的多岛演习 报道称 该演习意图验证 美国海军陆战队主导的 远征先进基地作战 美国海军陆战队时报 详细讲述了演习过程 率先登场的是 美空军第353特种作战小组 他们搭乘运输机秘密空降到 伊江岛上开展侦察 在侦察部队的配合下 美海军陆战队一个连队 搭乘MV-22轻转悬翼机 从600英里之外 发起一场超地平线登陆突袭 成功夺取岛上机场 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表示 美军可从太平洋岛链投送兵力 这点在与中国发生对抗时 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 值得关注的是 最近日美两国为了继续维持 威慑力和应对力而密切合作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6号 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纳勒 在首相官邸会谈 安倍在会谈中指出 驻日美军稳定驻流的必要性 并表示为实现日美提倡的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而进一步合作 据日美报道 日美两国政府正在协调 4月下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访美一事 若能实现到6月下旬为止的 短短两个月内 日美首脑有可能进行总计三次互访 频率之高 十分罕见 那么美军为亚太地区量身打造的 岛屿争夺战是什么样的 日美的整装备战 又会给周边海域造成怎样的威胁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你叫林女士 和过去相比 这次美军演练的夺岛的战术 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有着很大的不同 就是它完全善照实战的流程来进行的 伊江岛本身它是冲绳这个方向 选择的一个岛屿 应该说它对于日本来讲 具有教科书式的典型性 我想这是美国这次演习的重要的内容 那么另外你看它整个的过程 它先是用它空军 用它的空降部队 空降上以后 它可以迅速形成一个侦察的态势 然后就可以引导它后续的MU2-2 因为我们知道MU2-2本身 它的整个的动力航程是很远的 所以它这次它用了一个概念 它叫做超越地平线登陆 而且600英里 我们把它折算一下 实际上相当于是接近1000公里以外 从对方的整个的 它的路上的雷达 完全看不到的一个区域 快速地发起有海巷路的突击 迅速地夺占了这个登陆场 那么夺占以后 它就可以形成掌控 形成掌控以后 它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些补给 补给以后 随后F35就可以降到这 降到这以后 我们看到后续的 你包括海马斯就来了 C130也可以在这投放它的力量 迅速就形成了 对一个岛礁的迅速地掌控 我觉得这个版本 实际上它真的让我们看到 就是未来比如说 日本我们知道日美 在整个夺岛战胜上 它的联合演练 应该说这种紧密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现在比如说有了这个版本 那么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它虽然对外报的 全是美军自己做的 但有没有可能 有一部分的日本作业队军官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接受培训 下一步有没有可能 就按它这个蓝本 来进行它自己的训练 我觉得完全可以想象 所以就不难理解 有分析认为 其实美军现在在演练 强化的兵种和要素 恰好就和日本 自己想强化的军事元素 是高度吻合的 是的 应该说我觉得这个不是巧合 比较杨先生 这次有媒体分析 这会有一个比较讽刺的现象 那就是其实美军在演练的 说是在沿袭二战时期的 一种夺岛的战术 而演练的地点是在日本 对 但是在二战期间 我们都知道 日美它是敌对关系 没错 所以很多人在解读起来的时候 觉得这个味道很特别 特别是在这个二战后期 也就是日本接近败退的那个阶段 那么这个日美之间 在西太平洋进行了 这个激烈的 剧烈的这个海战 没错 确实当时这个夺岛战役 是非常惨烈的 包括这个冲城的几个岛在内 我们知道 非常的非常的惨烈 目前还有很多的文学作品 文艺作品 我们都可以再重现当时的场景 包括日本人自己 可能也会觉得这种局面 这种场面似曾相识 就是在70年前的这个二战期间 但是世事就是如此 那么日美关系 已经跟过去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 目前为了这个在岛屿方面 保持一个夺回的能力 和走向全面性大国 这样一个战略目标 日本真的是拼尽了血本 我们知道这个日本从美国的军构 它普遍采用的是一种 叫MS的制度 也就是政府间有偿军事援助 这样一个制度 那么根据这个制度 卖家也就是美国 它有一系列的霸王条款 比如说交货的时间 它可以单方面更改 比如说这个价格 单价它可以单方面的修改 还有后期的一些 无论是维修保养等等这些 都是由它来掌控的 但是日本在安全防务上 主要依托于美日同盟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性架构 不会发生变化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局势 林女士 应该说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整个它的重心 已经向西南方向转移 没错 所以我觉得现在 首先从思考问题的角度 我们要明确 目前日本整个在西南驻导方向 真正的防卫力量的部署 它究竟能够对航道 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这是首先我觉得作为我们 是必须要清楚的 那么第二个 就着眼这种新的态势 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有一种理念 因为你本身 我们日常的 比如说海军正常的 这种力量训练 你该走公骨 你还是得走 不能影响到 我们正常的航空兵的训练 就像过去 你半飞 那你就半飞 那我该训练 我还训练 所以这个正常的我们的训练 不能够停滞 也不能够受到它的扰动 但是我觉得 我们确实在这个双方 有可能的 关于导礁争夺方面 我们需要有心理上的准备 原因就在于就是 它不可能无缘无故地 打造这样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 它将来肯定是要 等待时机去用的 那么一旦这个促成 可能的时机的出现 这一幕我们过去 所讨论过的现实 它就会变成实实在在的 军事行动的蓝本 所以现在呢 随着日本整个 向西南驻岛的推进 它是要把过去 就是我们说围绕调调当面 那么中日之间 过去肯定我们是有 这方面的主权上面 非常明确的态度立场的 这种矛盾 当然现在呢 它把这个矛盾 变成了个现实的时候 我是觉得 我们是需要 有现实的准备的 好 谢谢 谢谢两位专家的精彩点评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想了解 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大家登陆 中国军事网 也欢迎大家关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次谢谢两位专家 中央人民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央人民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央人民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央人民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